我覺得重新整理一下 就是在今天這兩天的消息 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講 從軍事的角度來講 然後現在又有很多的媒體在講說什麼 你看果然打不下基輔 就只能落荒而逃退兵什麼什麼的 但其實我們是不是 如果在這個節目當中大家有看的話 或是看中天的節目的話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講 其實基輔從來就不是一件非常 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的 戰略的這個一定要攻下的城市 這個城市真的不重要 他在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派一支部隊在你首都的咽喉 在你首都的咽喉這邊去抵著你的脖子 他也許不是一把藍波刀 他就是一把小刀 他至少會讓你轉頭什麼的 或是做什麼動作的時候 都得小心翼翼 他在這場戰爭中的前一個月 確實發揮了很大的效果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在戰前 烏克蘭把所有的精銳部隊 都放在烏克蘭東部 他準備如果俄羅斯 不是提前動手的話 他可能三月四月 他就要去攻擊烏東的這些 這些分離主義的區域了 所以他除了精銳部隊都在那邊 那俄羅斯如果單純從東邊 往西邊打 然後正面的去跟烏克蘭的主力部隊 就是這樣子打的話 他可能會花很多的時間 同時呢 同時呢 烏克蘭西部的 他不管是要重新再組建新的部隊 或者是把西部的那些預備隊 調過來 調到東邊來增援 都會變得相對容易 所以在基辅附近 這一支俄羅斯的部隊 從最早的空降軍 到陸續支援的裝甲部隊 其實他就是在阻斷烏克蘭 烏克蘭然後重新組建新的部隊 我們前一陣還記得嗎 在第一個月的時候 有很多的新聞講說 哇 多少人加入這個國民衛隊啊 還有什麼外籍傭兵 後來根據很多的外電 綜合比對之後 大概籌建了三個旅啊 三個旅 沒有你想像中的多 就三個旅了 而這三個旅呢 在烏克蘭西部組建之後呢 因為基辅附近有俄羅斯的部隊在 所以這三個旅 也沒辦法投入東線的 真正在打的比較血腥 比較殘烈的戰場上 他必須要防守他的首都 所以各位如果現在回頭看 你就會看懂說 很多西方媒體好不好 台灣媒體 都一直用這種方式來講說 你看俄羅斯攻不下基辅啊 就是廢啊 打得很爛啊 但其實這些人 才真正懂打仗的人 他用很少量的兵力 就抵著你的咽喉 然後你所有後面 重新組建的 或是你原本還在手上當中 可以用來支援前線的 通通都動彈不得 你必須留在西邊 如果你全部跑到東邊去了 你西邊就是門戶洞開啊 或是說你不留在首都 那我就真的開進去 你也擋不了啊 那也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種打法 但至少從烏克蘭的角度 你就不能這麼做 所以他現在把這邊的部隊 撤回去了 把他撤回去了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看一下 那麼多程度可以解釋 為說在東邊的戰場 東邊的戰場的情勢 大致大概底定了 大致大概底定了 然後呢 所以呢 這支部隊不需要在這邊 不需要在這邊了 然後呢 我們可以談判 看你烏克蘭要提出 什麼樣的籌碼 讓我能夠接受 從戰前的一些目標來說 那時候大家普遍認為 俄羅斯的目標就是 保護盧甘斯克 跟盾內刺克這兩個 剛剛宣布獨立的 所謂人民共和國 可是在這一個月打下來之後 他其實已經 多獲得了這個 赫爾松這一個州 這個州其實原本 不在預期當中 他現在多的收穫 包括赫爾松這個州 還有包括像 扎波羅熱 就是核電廠所在的這個州 這些都在他一開始 開戰之前 開戰當時 不在他的目標當中 他現在都已經收穫了 然後現在整個 烏克蘭的亞素海的沿岸 只剩下 奧德薩一個港口存在 其他全部都被俄羅斯控制 在這場仗一個月打下來之後 一個月打下來之後 烏克蘭幾乎變成一個內陸國家 而所有他的礦產 所有他重工業 所有他相對來說 比較經濟發達的區域 就是烏東的地區 沿海的地區 全部被俄羅斯所掌握了 然後你覺得他打得很爛嗎 你覺得烏克蘭還有什麼籌碼 繼續跟俄羅斯叫板嗎 靠著那些鍵盤的按讚 或是鍵盤的聲援嗎 所以 真的不用再看那些新聞 我今天看了 我今天中午在家吃飯的時候 看到TVBS的新聞 然後他關於俄羅斯 俄羅斯跟烏克蘭戰爭 最新情勢全文照抄CNN 然後訪了三個消息來源 第一個消息來源是一個美國名嘴說 俄羅斯被烏克蘭打殘了啦 要趕快打殘了趕快跑啊 然後另外是一個烏克蘭的國會議員 說什麼 俄羅斯的部隊士氣低落 我是不知道烏克蘭的國會議員 要怎麼知道俄羅斯士兵的士氣低落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英國研究 英國情報說什麼 這個俄羅斯已經落差到自己 把自己的戰績低落 就是這種新聞在台灣 然後影響到我們的認知 然後讓我們對這場戰爭 產生一些非常偏誤的看法 我覺得對 各位我們要當個聰明的閱聽人 不要被誤導 好在凱翔分析這個惡務戰局的時候 因為凱翔剛剛說好像 3點20羅志強要出來講話 我不知道 可是我們這邊看到的消息是 他最快這個星期六 宣布參選桃園市長 好那反正我們就 好繼續為您掌握啦 好那不過來看到 是導播 受訪受訪來了來了 好那我們是直進現場嘛 先聽聽看看是不是 呃等我談完再說 堅持參選到底 嗯先上去跟黨同樣談完 那你參選機率有多少 等我談完再說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所以台北武黨籍的青年 就是希望你可以出來參選 你怎麼看 有成立那個桃園新選情連線 呃謝謝他們 謝謝 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強哥很低調 好因為他才剛到還沒談 好 所以可能這一切還是要等他談完之後 才會更明朗 好我們會隨時帶你來關注 好那當然還是繼續回到這個 俄烏戰況啊 畢竟已經打了一個多月了 那呃 因為在俄羅斯這邊呢 其實馬力波 馬力波普丁一直在撂狠話 他說繼續炸 炸到烏克蘭投降為止 好但是他話雖如此呢 他也想要把平民撤出來 所以在今天呢他就宣布了 說要開通人道走廊 讓馬力波的平民撤離 感覺是要把人撤走之後 這個地方再狂轟濫炸 繼續炸到底喔 那呃當然呃也傳出說 剛剛我講說 是不是普丁食言而肥喔 因為他之前明明允諾的嘛 說他在這個基辅和切爾尼哥夫的 軍事行動呢會大幅減少 可是烏克蘭就說沒有啊 還是持續炮轟切爾尼哥夫事啊 那當然有很多的聲音就會說 普丁說謊成性 普丁的說謊是職業病 那對他抱怨最多的 就是德國前總理梅克爾 在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呢 當時處理克里米亞危機 梅克爾和普丁會談了38次 那他提到這個人 他說這個人老是說謊 所以維園就說 好啦先不要講說普丁是不是 一直出了反而或是怎麼樣 有這樣的一個靜定印象 可是如果說二無雙方都已經 互信基礎這麼薄弱了 何談是不是更難談 雖然明天又要再繼續談 視訊會談 那用一句民進黨最喜歡講 很多狀況都要滾動所以調整 先講一下梅克爾 梅克爾跟普丁是談判啊 談判的時候你是不知道對方底線 本來就會反反復復 所以你在談判過程當中 發現對方說謊成性是很有可能 因為彼此不想把底線露出來 但回到這個老實講 在這個第五輪談判的時候 其實俄羅斯說 承諾減少在切爾尼根夫 跟基辅附近的軍事活動 是減少不是暫停 所以後來我們這樣傳出說 昨天一整夜還是這個轟炸切爾尼根夫 其實老實講 我不知道過去密度是多少 假設如果今天過去切爾尼根夫 從早到晚整夜都要轟炸 然後到昨天變成說週晚上 那是不是減少 老實說某種意義上是 因為他沒有暫停 那相反的反倒是這個 馬力坡所謂這個人道走廊開設 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俄羅斯是有 跟著諾言走的沒有 的確有暫停的時間 讓他們有人道走廊出去 那我必須說 為什麼俄羅斯對於馬力坡 這麼的執著 然後大家看地理位置 它其實臨近黑海 它是一個這個 異攻難 對 異攻難守的一個城市 其實對於俄羅斯來說 他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公不下來 所以老實說 俄羅斯其實那個是一個很重要 包含它是一個掌握黑海一個重要城市 包含過去度假生地也好等等 他就是要把它攻下 其實他們攻不下來 我覺得俄羅斯有點顏面盡視 所以當然他們這個是一個重中之重的一個地點 對 那先回到整個戰略來說 我們在看烏克戰爭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講說 很多資訊都是錯亂 包含啊 我們到底俄羅斯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到底是要把整個烏克蘭吃掉 我們看到普丁告訴大家說 沒有 我沒有讓烏克蘭滅國 好 所以這個時候 他的烏北去的基輔 烏東的這個 敦列斯克這樣子一個 獨立的地區 然後烏克蘭南部 奧德薩爾赫爾松 包含克里米亞 然後發現最後呢 現在大家發現 俄羅斯告訴大家說 我真正的重點 在和談過程當中 真正的重點就是烏東這個 敦列斯克 這個盧倫斯克這個一個獨立的地區 我要掌握他的一個獨立性 好 那為什麼 那大家就開始想說 那為什麼要去攻打基輔嗎 除了包含 臺江剛剛講說 是控制他的咽喉之外 其實過去那時候 還有傳出一個事情就是 當時呢 其實烏克蘭已經集結重兵 在敦列斯克盧倫斯克的邊境了 他們就是要把這兩個地方吃下來 然後大家還記得 那為什麼俄羅斯要去 進攻烏南的地方 因為烏南地方 有個到亞素營的 這樣一個軍事的境地 那軍事營隊 其實他就要去 俄羅斯要去整頓這幾個地方呢 所謂烏克蘭的軍事實力 包含現在 那麼長時間 在烏克蘭東部 大家都發現沒有新聞嘛 那為什麼 因為據說其實裡面 還有所謂的這個烏克蘭的 正規軍 或者是你所謂的反叛軍 或者民兵都好 然後俄羅斯正在肅清裡面 這個敵對的勢力這樣子 所以今天俄羅斯老實說 他可能一開始的 戰略目標就是很明顯的 我就是要把烏東拿下來 那基輔呢 只是一個這個 這個 深東即西的一個 一個戰術 或微微就造一個戰術 讓他 讓大家把所有的焦點 放在基輔 其實他正正重點 是烏東跟烏南嘛 所以你說俄羅斯今天 是不是節節敗退嗎 如果回到他 這樣子的專業核心目標的話 看起來俄羅斯是達成他的目的嘛 那最後我們講一下 昨天 這兩天還講的 第五輪談判部分 老實講呢 我覺得今天俄羅斯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 食言說這個 要減少軍事攻擊 我覺得也有 也可能 因為老實講 昨天這個談判的內容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其實今天 在土耳其和談的部分 烏克蘭呢 他提出幾個主張 包含中立國 包含克里米亞15年的出張期 這個目前看起來都能接受 俄羅斯也能接受 那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他說 我們這整個這個 包含烏克蘭主權獨立這樣子的保證 這樣子的協議 必須透過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五個長軍理事國 他點名了十個國家 點名十個五個長軍理事國 加上 土耳其 德國 波蘭 加拿大 以色列做擔保國 那怎麼叫擔保國呢 這擔保國他們其實引用一個叫做 北約憲章第五條 就是所謂共同防禦權 共同防衛權 這是什麼概念 這跟北約一樣 就是說 今天呢 如果今天俄羅斯再對 未來這個協議成立之後 俄羅斯再對烏克蘭進行攻擊的話 那這樣子這個五個長軍理事國 加五個這個擔保國 都有責任義務 要去保衛或捍衛烏克蘭的主權領土人 不管提供武器 提供人道救援 甚至派兵都有可能 那如果這樣子的協議成立的話 這樣邏輯的話 跟烏克蘭加入北約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變相加入北約 變相結盟 可是我跟你說 這個部分的話 德國說他準備好了 德國要擔任烏克蘭的安全保證國 但是我不知道 其他 德國是表態了啦 對 第一個表態 我覺得今天當然是 我覺得歐洲其實我覺得今天是德國 他五成以上 發展有五成以上的天然氣 然後很多都是需要靠 俄羅斯這邊的天然氣輸出 老實講整個歐盟 都不希望戰爭拖太久 因為他們天然氣的輸出 跟他們的天然氣購買 現在已經成本提高了 沒有天然氣的話 其實對他們整個人發展是大受影響的 所以今天全世界 歐洲國家 然後俄羅斯 烏克蘭 然後包含其他地方 都希望這場戰爭趕快結束 誰不希望 就只有美國不希望而已 美國 拜登還在講說 這個普丁要下台 那邊煽風點火 對 不過我還原講到這個是真的 因為這個烏克蘭方面 折倫斯基又在開出他的武器清單了 他說要戰車 飛機還有反艦系統 那這個時候拜登呢 又撒錢了 再撒五億美元 所以他的金援還有軍援 是源源不斷的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來自美國官員的 今天很多 大家應該都看到這個消息 都說普丁被他的幕僚給誤導了 這些高階幕僚呢 都不敢告訴他真相 告訴他目前 在俄乌戰場上的真實狀況 為什麼久攻不下烏克蘭 是因為這幕僚都沒有說實話 另外一方面 我們來看到華爾街日報表示 這是一個在俄羅斯的民調機構 所做的一個最新的民調 是烏克蘭入侵以來 對俄羅斯對烏克蘭入侵以來 普丁在俄羅斯的支持率 從上個月的71%飆升到83% 那反而是拜登 拜登呢 在美國國內的民調呢 目前其實還是 沒有因為呢 他在這場戰局上猛踩俄羅斯 力挺烏克蘭 他的民調並沒有拉抬啊 董哥 對啊 所以拜登就一直撒錢 反而是普丁這個入侵者 民調節節上揚 其實因為我們在台灣看的媒體 都會覺得普丁很可惡 可是在他的國內 他可能顯然不是這樣 在國際上支持他的國家 比支持烏克蘭的人多 的國家多 這是一個事實嘛 那你在台灣看到 美國官員又表示怎麼樣 或英國哪個媒體 德國怎麼樣 德國其實過去在歐洲的評價很高 德國最近送了1700枚的飛彈 給烏克蘭 這些飛彈是 過去蘇聯時代的 德國過去仿稱啊 蘇聯時代 東德的那些 蘇聯武器我們通通消費了 現在隔了30年拿出來送給烏克蘭 這個國家收仿成性 對不對 大家喜歡用這個字眼 這個就叫收仿成性 太丟臉了 你怎麼還會有那時候的武器 而且這個武器 已經30幾年前了 那我有時候講其實 在國際場合 這些人誰都不可信 你自己要行 他講的到底是不是真 他真正要征服你 要親戀你 可能才是真 那有些話 你自己要自己去仔細聽 譬如說第四次的談判 他講的是怎麼樣 我們要減少 擊虎 這邊的軍事行動 我沒有說撤出啊 我是減少嘛 那我本來 本來我有 百分之百的力量 我現在用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 我有沒有減少 有啊 所以有些話 你也不要太當真 但是你今天看這場 這場那個 美國顯然是 希望他一直打下去 把俄羅斯拖在這裡 所以 澤蘭斯基受到了鼓舞 他就緩緩緩緩 他在緩緩緩緩 你們聯合國這些人 五大常任 你說通通來替我背書 就好像凱翔要跟我借錢 凱翔老兄弟 借錢沒問題 你要跟我借十萬借 你開一張十萬的支票 這張十萬支票要 要勾台銘 要蔡旺旺 要蔡旺 要蔡元通 這些人背書 你這個就故意讓他 讓他不會沉級嘛 對不對 你把台灣十大守護 都叫來背書 為了十萬塊 叫馬千惠背書好了 是啊 我說 他的用意就變成這樣嘛 我就是故意要讓他破級 但是我不要讓人家走 是我讓他破級的 你就是弄一些做不到的嘛 就是門檻很高 那種情緒勒索已經毀於首師了 他要求尼泊爾 尼泊爾 你應該嚴格下令 不准讓俄羅斯攀爬喜馬拉雅山 我講真的 連這種話都講得出口 這些人是不是正常啊 他以為 他現在情緒勒索誰 誰就應該怎樣 我其實過去沒有對這些 原理怎麼反感 但是現在實在反感 對不對 你看到英國的威爾斯 英倫山島 蘇格蘭威爾斯 英格蘭 威爾斯規定說不准演奏 柴可如斯基的歌 因為他是俄國人 因為俄國在侵略我們 我說人喔不要因為 一個戰爭你看了哪些事情 然後你就讓自己變成 你要譴責的那種暴力 這個是很明顯的 那在這場戰爭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 美國是獲得最多利益 那拜登反正給了錢 然後美國在那邊做指指點點 這些其實傷害的 是烏克蘭人民的性命 你如果看媒體 就像剛剛凱翔所引述那些媒體 CNN啊希望那些媒體 那是非常可笑 你只要看一個結果就知道 烏克蘭從蘇聯 那時候分離出來 人口五千多萬 現在變四千萬 少了一千多萬 人口跑光了 沒有你講得那麼好 然後這一次打仗呢 這次打仗 聯合國中央公佈 已經有四百多萬 變難民逃出去了 對不對 然後在自己烏克蘭 現在六百多萬人 是流離失所 沒有地方住 房子被封大 那等於說 你有一千多萬的人 現在是完全流離失所 是這樣的情況 那佔你現在國家人口的四分之一 你怎麼會是打贏的 怎麼會不讓他趕快結束呢 怎麼會還去破壞和談呢 全世界你要讓戰爭停止 唯一的方式就是和談 不管和談的結果是怎樣 但是你總要是一次兩次 就越來越趨勁 你退一步我退兩步 這樣一定是這樣嘛 一個戰爭要結束 絕對要和談 但是你要故意去破壞和談 要故意去講東講西 那這事情老實講 就畸心頗測嘛 不過董哥剛剛提到 因為就是列強私心嘛 不想停戰嘛 那我們來看這個 你會覺得有點有趣 就是在這個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 這一個多月裡頭的電話清單 那很多國的元首跟普丁的電話熱線 你會發現通最多話 當然就是法國 德國 連以色列也不少 印度都有喔 土耳其 盧森堡 烏茲別 克斯坦 亞美尼亞 烏州理事會都有喔 結果這樣中國也有 伊朗也有一通 但是美國 英國一通都沒有耶 董哥 其實你可以看到喔 我們有時候在看很多這樣媒體喔 他在 就是說 就是說在報導這些事情喔 你有時候自己要先去判斷 就判斷怎麼講呢 就是說在 在這種戰爭喔 其實很多消息 它的來源是很有問題 那 那今天你在台灣社會喔 我們 因為我們 我剛來的時候喔 我看到 我們那街頭有人在挺 烏克蘭 他們拿棋子在賣募款 那我看了其實也是很有感覺啦 那這個表示我們 社會上也有人在積極的參與吧 台灣的烏克蘭人也很多嘛 那 如果喔 你由現在的媒體的現狀來看的話 其實 其實各種型態的都有 在台灣媒體有一個現象就怎樣 他們 常常會一面倒的去倒向某一個東西 這幾年 這幾年真的這種情況特別嚴重 但它的是非它的價值 或它真實的情況是這樣嗎 未必啊 那 在講這個的時候 你其實真的可以發現 就在整個俄羅斯和烏克蘭這場戰爭裡面 那很多東西是不對等的 就其實我們節目做了非常多 我們不敢說把它導正回來 我們只是說 讓大家能夠去 就兩邊都看啦 看不一樣的角度 平衡啦 對 不一樣的角度 那就像 我的以前的同事何啟勝講 我們過去在TVPS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買半島電視台的 我們一定不要錢用CNN 用ABC 用BBC 這些英美的媒體 我們一定要有其他的角度啦 那今天在整個戰爭裡面 這樣的東西是很缺乏的 所以就會一邊倒 然後就會說 誰誰誰沒有去關心誰啊 那 我有時候覺得這個也未必 因為你在這次戰爭裡面 你看到美國過去的盟友 很多都已經不變成他的盟友了 過去美國叫誰去抵制誰 那些人都乖乖去 現在也不是了 現在甚至美國最忠實的盟友 是以色列 對 以色列也沒有那個態度 沒有 對啊 那不要講阿拉伯 阿聯酋 還有印度 你看 所以你看到 美國的國會 昨天為什麼要要求說 印太戰隊要把台灣納入 現在突然積極了 因為他是不是發現印度不靠譜了 印度本來最聽我們話啊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多找幾個 你看他這兩天要求 他說李顯龍去美國跟拜登會變了 對不對 李顯龍也沒有說很軟肉 雖然他表面上有抵制俄羅斯 可是他告訴拜登一句話很重要 所以美國要深化了解亞太的情況 不能 特別是不能 不能把中國排除在外 那在亞太來講 中國大陸是 是最主要的國家 最主要最強的 不管是經濟或武力嘛 那你今天 你是要呼盆引伴來 叫我們來鼓勵他 就好像你在歐洲要鼓勵蘇聯 對不對 你的態度是這樣嘛 那你覺得我們在歐洲 鼓勵蘇聯現在有一點成功了 有人要和談我要扯後腿 不要讓他談成功 我要讓俄羅斯繼續被孤立 大家不要用他天然氣 銀行大家抵制他 把他財產沒收 哇 美國覺得很爽 他現在在亞洲是要炮製 就是複製一個如此的方式來對付中國大陸嘛 偏偏中國大陸他不是一個親戚者嘛 他跟俄國不一樣 俄國是親戚者啊 中國大陸不是啊 那他還協助非常多的國家 譬如王毅 王毅跟阿烏漢 他們的外長現在在碰面 然後這些人積極要求什麼 積極要求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 你在台灣不會看到這樣的新聞 對不對 你不容易看到 在國際上不會看到 這些國家 神誰是說 從來以後 從來中國 在這些大的國家 他是從來沒有親戚我們 誰親戚過我們 俄國親戚我們十年 美國親戚二十年 他用意絕對是這樣嘛 所以你看到了 我就在我們這裡講就是說 你真的要很注意 就是說那種平衡媒體 然後你各種閱讀的方式 不要真的受那些人的影響 董哥提到了 對這一場在大陸安徽舉行的 阿富汗鄰國的外長會議 同時呢還有中美俄plus 那當然聚焦的是阿富汗情勢 當然也觸及到這個俄污議題 好那主要是中俄關係 我們看到呢這次 因為這是外長見面嘛 所以呢中國外長王毅 見了這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他發現了兩邊其實呢 講得很明白了 那尤其中國外交部這邊呢 直接說中俄兩國的合作關係 是沒有上線的 而且經過一些考驗更為堅定 那同時中俄雙方也共同譴責 西方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是非法以及非建設性的 所以這邊我先問凱翔 就是說中俄關係真的很鐵 我覺得從這一次的這個 他們也不演了 那中國呢過去可能 在這個俄污戰事上頭 還會稍稍比較 感覺這樣閃閃躲躲 可是感覺這次也不演事了 直接跟你說 我和俄羅斯就是這麼好 還會更好 合作會擴大 因為我覺得這蠻符合 中國大陸的利益啊 所以他為什麼要跟著 美國去起舞呢 之前我們不是有講過嗎 這個出來很多很奇妙的一些機緣 比如說在這個三四年前 這個中美貿易戰開打的時候 這個川普強調說 這個中國大陸 一定要多買我們的東西 來平衡貿易逆差 然後最後想到 怎麼那個逆差實在太大了 怎麼平衡呢 最好的大眾物資採購 可能就是能源 所以那個時候 中國大陸就承諾了 要買很多的頁岩油 還有買些天然氣什麼之類的 結果那時候呢 美國怕中國大陸 到最後毀約不買了 還訂了非常嚴格的違約條件 說你一定要買 違約 我們雙方誰違約的話 要重罰 結果呢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 歐洲為了抵制俄羅斯 所以他不能用俄羅斯的天然氣 那他得買美國的天然氣 那哪來這麼多現貨呢 怎麼辦呢 那結果呢 中國大陸就把他從當年 被美國逼著買的天然氣 直接一傳一傳的開到歐洲去 然後歐洲人付差價 給中國大陸白賺 白賺 白賺到三到十倍這樣的數字都有 看他那個現貨的這個時程 都有 這個當年你是被 你是被美國逼著買 結果現在你因為這樣子 然後直接就大賺一筆 然後同時間呢 中國大陸還在跟俄羅斯買 一方面給俄羅斯書寫 然後再來買到便宜的天然氣 這個對從中國大陸的立場來說 我跟俄羅斯合作有什麼吃虧的嗎 當然要繼續合作 這還是真正為國家利益著想的事情 你不得不講說歷史真的很矛盾 你像過去當年對不對 在不要說我們這個年代 馬千惠應該也不是那個年代的 董哥這個年代的 當年計星級對不對 為了要對付蘇聯 花了多少的力氣 多少的力氣 還這個半路消失對不對 然後偷偷跑到中國大陸去 安排尼克森去訪問 去訪問改變世界的一周 就是因為從當年的美國人 他們還會用理性跟智慧去思考事情 知道說你要在這個世界上 維持美國的霸權 或是美國的領導地位的話 你絕對不能把你的敵人 都把它擠在一邊去 所以他花了非常多的力氣 去拉攏中國大陸 然後對抗蘇聯 結果在幾十年之後 幾十年之後 因為一些這種 其實並不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地緣政治的衝突 你把中國大陸跟美國 跟俄羅斯又越推越近 那過去數十年的努力 不是又回於一旦嗎 不是又回到原點嗎 這件事情難道是 現在的美國人真的比較 真的這樣子非做不可嗎 或現在的美國人很聰明 當年計星級在賣美嗎 所以就是你很難理解 這些歷史上面的狀況 那其實我想補充一下 剛剛董哥講到印度 我覺得印度這個國家非常妙 最近有個數字出來 說這個在烏克蘭戰爭的期間 因為俄羅斯的能源被歐洲抵制 所以像原油這個部分 原油這個部分 印度就在國際市場上 拼命的掃俄羅斯的原油 打折賣有多少我收多少 然後初步統計說 像一個多月下來 印度已經從俄羅斯這邊訂購 或採購到了1300萬桶 1300萬桶俄羅斯的原油 而去年一整年 過去平均一整年 大概印度也不過會從俄羅斯這邊 買1600萬桶的原油 他在一個月的期間 而且重點是他願意用盧幣支付 對啊 然後打折買 誰不買呢 原油這種是剛性需求 沒有人說今天 好像是什麼LV精品一樣 抵制俄羅斯LV精品 海尼根不去 那我不喝就好了 原油是一定要用的 能夠多便宜買 能夠買多少 當然沒有人會選多的 他就這樣少了這麼多 1300萬桶 那美國對中國大陸說三道四的 你有對印度說三道四嗎 你有叫印度不要買嗎 沒有啊 你有叫印度不要給俄羅斯書寫嗎 所以美國這國家就是雙重標準 就剛剛講他還在印太戰略 他還沒有死心啊 他還覺得說 我還用得上印度 所以就是對中國大陸是一個標準 對印度又是一個標準 但印度鳥你嗎 印度要鳥你嗎 那也是為了印度自己的國家利益 我有原油需求 我為什麼要替你美國的 去做那個無意義的抵制 什麼叫無意義的抵制 就像德國啊 剛剛你沒提到德國 德國這幾天有一個新聞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俄羅斯的天然氣 持續的不公氣的話 這個危機短機之內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我們國內天然氣要採用配給制 配給的 對 你制裁人家 制裁到你的天然氣要用配給制 那你到底是在制裁他還在制裁你啊 還在制裁自己的人民啊 這就是你知道莫名其妙 這不要講腦殘啊 他們一定也有所謂的邏輯存在 可是對一般民眾來說有至於如此嗎 那會不會都是你們這些政治人物 基於自己的意識形態 或是基於自己眼中的那個 所謂的利益 然後呢讓民眾 讓一般人民去承擔這個後果 我都覺得 對這戰爭真的要看的 真的要看的其實都是這些 你要仔細去想想看這些政府 哪些政府是真的基於國家利益 而這國家利益包含了人民的利益 或者只是政客自己的利益而已啊 對因為凱翔提到了就是西方制裁俄羅斯的手段 是越來越加重 可是呢到底是制裁俄羅斯還是也制裁到自己 那尤其呢普丁會痛嗎 有多痛呢 我們看到其實俄羅斯呢 他現在跟中印兩邊都交好 那尤其印度在這一次他真的是沒有站對西方 所以呢俄羅斯可以從中國和印度得到什麼 中國的話自然他這個能源的市場 他可以補回他失去的西方市場 那如果說在印度來講的話 因為印度他可以用這個俄羅斯的盧布來支付 所以呢他有可能會不會成為盧布的流通中心 一個金流轉換對不對 這其實你所以我要講的是 俄羅斯有傷西方國家所想像中的這麼重嗎 董哥 其實因為過去用盧布 或者用人民幣 這些來做那個石油的那個貨幣 討論非常久 可是這一次會被這麼重視的話 因為俄羅斯這個人員大國他被抵制 那你今天看到了 當然抵制以美國跟歐洲這些國家為主 表面上我們看到他是一個主流 但其實他未必 因為已經更國際的時代已經不一樣 很多國家就好像剛剛凱翔所講的 印度減了多少便宜 百貨公司在大降價 你這個東西本來就要買 衛生紙大降價 我先買 把這五年的通常買下來 反正這五年一定用得到 他是消耗品對不對 他打五折你幹嘛不買對不對 那你們大家都抵制他 我們不要用他的衛生紙 好吧 那你把屁股洗乾淨一點對不對 看了這些人就是你會覺得很噁心 然後又假裝自己很有道德感 所以有時候看這些人 然後在這場戰爭裡面 你有些事情就會覺得莫名其妙 那我覺得當然我們要用正式的方式來看 這些過程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 在台灣這種情況也非常普遍 這個對台灣人不陌生的就是 我們這幾年其實就像這一次 俄羅斯跟烏克蘭在打仗 裡面很多情境在台灣都演過了 都演過了 現在很多都演過了 那我們把這種東西把它極致化 極致化以後 就發現說他的很多手法是一樣的 譬如說他是非常強調那種本土的極右派 然後又要求別人通通去表態 現在一個自由的社會 一個民主的國家 最大的 最大的那個價值就是 不能逼人家表態 我心裡想要投誰就要投誰 對不對 這張選票我要投誰 不能說你非支持誰不可 現在我們顯然可以看到 全世界或者過去台灣的情況 常常逼人家要表態 要選邊站 你非怎麼樣不可 那現在烏克蘭的情況很像 但是有這樣的一個處境 當然大家講因為現在在打仗 很多東西就不可理議 不可理議你還是要照整個 社會的規範普世的價值來走 那強調普世價值過去是歐洲 是美國這些國家最喜歡講的 但是在這一次的時候他們 我們沒有看到他們過去所要求別人的 道德或普世價值被整盤的端出來 沒有 那他們顯然像美國這樣 他不想讓戰爭停的話 當然是為了他的好處 剛剛我們在節目上也講過非常多次 可是你可以看看 在這一場戰爭裡面 人民在流離失守 這幾年歐洲改變非常多 很多人變得很自私 很單邊主義 就因為他最主要就是 受到過去希利亞的難民的衝擊 講白一點就是這樣 難民衝擊他的社會 來這邊要吃的要穿的 造成治安的問題 那很多國家就變保守 我們自己本地人 就好像桃園說不准空降 我們本地人要自己由我們來選 過去都這樣 可是現在還在演 那過去1823年美國人提出來 美國總統門柔 美洲的事情我們自己管 這叫門柔主義 那時候別人都不准插手 其實那時候美國還不強 可是喊出來說 我們就是在地的事情 我們自己來處理 就用這樣 那這個變成很窄化以後 你的過去的那些價值 就被自己摧毀了 所以在這場戰爭裡面 很多朋友 你要看到的就是 人性到底還有多少光輝 真正對人類來講 最重要就是人命跟人性 你人性在裡面有沒有 俄羅斯是個侵略者 普京是個惡棍 這個是沒有問題 我從來不否認 但我想說 你要看看其他在指責的那些人 是不是我們看到了那樣呢 還是他們講了半天 指責別人半天 原來武藝盟主不是最壞的 走冷禪不是最壞 最壞的是葉布勤 是不是 你最後才知道啊 原來他既然是令狐聰的失誤 然後最後面目才呈現了 放久了好像你就不知道 擔心他的效果會遞減 那有了這台機器之後呢 你就不用擔心 他只要把這個倒進去 三分鐘 三分鐘就可以生成 4公升的水神 4公升很夠用了啦 真的 那這一組呢 大家掃這個QR Code 進去就可以看得到 已經開始上架了